或许有人会说既然这样一个惯着你,闯着你,懂你,爱你的人怎么可能走散了呢? 人生无常,我们谁都不知道,走到哪里是人生的终点,也不知道在哪一个路口会丢掉自己深爱的人。 现实生活中,往往在兜兜转转中,就会把事情的面目变了样,似乎生活总喜欢捉弄那些重感情的人, 而我们却也习惯了不珍惜,把我们攻上天的最爱我们的爱人,也是最亲的人。 我们仍是觉得他们给予我们的爱是理所应当,不仅觉得理所应当,而且毫无底线的肆意挥霍所取, 到最后,我们甚至连感恩也忘记了,而在爱情的世界里,往往越是深爱的,往往越是得不到的, 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定律,也成为了爱情的伤。 爱情中,感情的付出没有绝对的公平,总有一个人付出的多一些, 一个人在享受着这个人以为爱自己而给自己带来的惬意。 其实,我们都只不过是一个平常的不能在平常的平常人, 我们之所以在另一个人眼中与众不同,那都是因为那个人爱我们的原因,才让我们在他他的眼中与众不同。 爱情似乎还有一个定律,越是被爱到无法无天,随性而为的人越是任性,越是不能爱自己的人当回事。 或许,这才是真正的爱情走不到一起的原因,不懂得珍惜,不知道感恩,随意的任性, 到最后终将会把一份真挚的爱,深沉的情而糟蹋成一地,流藏着的乌业之声。 或许,我们都已经习惯了被爱的感觉, 或许,我们也从没有想过,或是想爱自己,的那个人的良心上。 但,我们的任性总有一天,因为没有了那个最爱自己的人,而没人再包容我们的任性,我们都不懂得珍惜。 或许,只有这个时候,我们才会想到那个惯着我们,宠着我们,懂我们,爱我们,那个已经走散了的曾经最爱的人。 请珍惜那个惯着你,宠着你,懂你,爱你,最后却走散了的曾经最爱的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